大家好,我是Pyga 在2024年9月29日的時候 日本的棋浴縣村口市就發生了一宗令人震驚的車禍事件 有一名18歲的中國籍駕駛者就在區裏跟朋友喝酒到清晨時分開車回家 而當時這位中國籍男子就以超過100公里的時速行駛,而且是逆向行駛 最終就導致致命的交通意外,有一位51歲的日本人被奪取生命 事件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也引起了很多迴響 這位18歲的駕駛者最初面臨的指控就是危險駕駛致死罪 但是隨著事件的發展直到今個月的18日 旗浴縣那邊的地方檢察院就決定改為控告這名男性過失駕駛致死罪 從字面上已經可以判斷到兩條罪名是有分別的 明顯地過失駕駛致死罪的程度相對比較輕微 新聞報道事件之後是引起很大的迴響 當然也有人會懷疑日本法律是否偏袒外國人呢? 但是似乎類似的事件都是經常發生的 根據日本現行的法律,危險駕駛致死罪和過失駕駛致死罪 要怎樣判斷是經常引起爭議 法律上定義危險駕駛致死罪是嚴重罪行 通常適用於走駕、無牌駕駛或無法控制車輛的高速駕駛 最高刑罰可以判20年有期徒刑 而過失駕駛致死罪就適用於那些是一時疏忽 不注意所引發的交通事故 刑罰相對比較輕,最高刑罰僅僅是7年而已 法律層面是這樣定義,而在具體案例當中 就往往出現一些很難以理解的結果 村口市的這名肇事者超速駕駛 飲酒之後駕駛而且時速超過100公里 明顯地超過在事發路段的法定速度 而且還要逆向行駛 但是初步的調查結果就說 是未能夠將這個行為定性為危險駕駛 只不過是過失駕駛 這個結果肯定就會令受害者家屬接受不了 對於普通人來說 超速駕駛,尤其是這麼極端的超速駕駛 都不用想這麼多都一定會認為是危險駕駛 但是由於現行法律或檢察官會認為 控告少市者危險駕駛 就必須證明駕駛者當時沒有辦法控制車輛 僅僅依靠速度超標就不足以構成這項罪名 日本的危險駕駛致死罪制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99年 當時發生了一宗東明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意外 當時就有一輛卡車司機因為走後駕駛 就撞死了兩名女童 但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走駕又或者其他惡劣駕駛行為 都只不過是會判斷為過失駕駛致死 事件最終導致少市者僅僅被判絕四年有期徒刑 而這個判決就引起當時社會的強烈抗議 最終就促使政府制定了更加嚴厲的法律 是專門針對走駕、獨駕、沖紅燈、煽動性駕駛 無法控制車輛的危險駕駛行為 但是法律設立之後 關於無法控制車輛的條件的解釋 是成為了一個持續的爭議點 有很多一些很嚴重的超速駕駛案件 儘管當時駕駛者是以極其危險的速度行駛 但是只要能夠證明他在駕駛途中能夠控制車輛 應該說是有效地控制車輛 通常就不會被認定為危險駕駛 例如是有一宗交通意外一名巴西籍的駕駛者 在未持有合法的日本駕駛執照的情況下 走後駕駛、逆駛又沒有開車頭燈 亦都在沒有買保險的情況下 引致交通意外 有一名19歲的大學生當場死亡 事件最終檢察單位都認為 這一名巴西司機是不構成危險駕駛 原因是檢察單位會認為 當時這個巴西人被逮捕的時候 仍然能夠單腳站 所以就不足以證明這個巴西人 當時是因為嚴重飲酒導致交通意外 檢察單位就會認為巴西人當時仍然能夠控制車輛 就不構成沒有辦法控制車輛這個條件 這個也挺荒謬 另外2018年 在三重縣發生了一種交通意外 有一架車就以這個時速146公里的速度行駛 最終就導致4人意外身亡 而在案件當中 邵氏者在事前進行了這個切線的動作 是試圖避開另一架車 這個動作就被法庭認為 當時這個邵氏者仍然能夠控制到車 而最終邵氏者是逃脫了這個危險駕駛的判決 又例如另一宗魚刀公司的一宗案件當中 邵氏司司機當時是以超過160公里的速度行駛 最終就撞向了一架電單車 導致電單車司機當場身亡 邵氏司司機當時是跟其他朋友一起在路上進行競速活動 明顯地就是處於一個極其危險的駕駛狀態 但是由於檢察單位認為 邵氏司司機當時是未喪失對車輛的控制 就認為他仍然有效地控制車 最終就判邵氏司機過失駕駛自死罪 這些事件的結果 其實經常都激起了輿論的強烈不滿 很多人都會認為單純地依靠這個車輛控制來判斷危險駕駛 是法律的一大漏洞 而很可笑的就是 即使走後駕駛引致意外 但是駕駛者只要能夠證明到在事發之前 仍然能夠在道路上直線行駛 沒有踩過街或沒有撞向欄杆的話 就很大機會能夠避免被控告危險駕駛 這一點在法律界的人士都會認為 當初草擬法律的時候 是考慮到如果僅僅以這個速度作為衡量標準的話 就會導致很多駕駛行為被歸類為危險駕駛 但是這種解釋在普通民眾和受害者家屬當中顯得過於寬鬆 好像村口市的事件、駕駛者的行為顯然地違背了駕駛常識 你應該會被視為危險駕駛 但是法律的條款就令到這些案件的少使者 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懲罰 所以我就想說這一類法律的流動 就不是只存在於村口市的案件當中 而是普遍地存在於日本各地 這樣的法律結果一定會令受害者家屬接受不了 危險駕駛的罪名當初原意就是為了保護途人 但現在結果反而好像是保護了駕駛者 喝酒之後超速一百幾十公里都不算是危險駕駛的話 那怎樣才算是呢? 即是超速本身已經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行為 尤其是在市區道路上極端超速的話 無疑是置他人性命於不顧的行為 但是悲哀的就是現行法律 就沒有對這類駕駛行為給予足夠的懲罰 也促使到很多一些後來受害者家屬站出來呼籲收法 那法律專家就會認為過於寬鬆的法律 就會令到一些惡性交通事件不得到應有的懲罰 而另一方面又會認為過於嚴苛的法律 可能就會令到一些普通的交通事故 需要承擔過高的法律責任 但現在的狀況就是 對於那些主動去進行危險駕駛的人士 例如是自己主動走後駕駛競速又或者煽動駕駛者等等 都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罰則去做到阻嚇性的作用 似乎現在的法律很難取得平衡 而我相信隨著這類案件不斷增加和社會輿論的壓力 這類問題可能就會成為未來收法的重要議題 另外最近有新聞報導了 在府中市的駕駛執照考試場地 出現了大量中國人在排隊等候 將中國駕駛執照切換為日本駕駛執照的現象 這些中國人只要通過一個簡單的學科和技能考試之後 就能夠輕輕鬆鬆地將中國駕駛執照轉為日本駕駛執照 因為日本駕駛執照在大約一百個國家當中有效 比起中國駕駛執照更具有國際通用性 吸引了很多中國人 甚至是他們來觀光的時候 打算辦理一個簡單的手續來換駕駛執照 這個手續是不需要任何日本身份證明文件的 甚至乎你登記的地址只需要是酒店地址就可以了 登記完之後只要簡單地回答十條問題之後 就據說能夠輕鬆過關了 但隨著類似的外國人駕駛者的事故不斷增加之下 這種簡法考試制度應該會引起很多對公共安全的擔憂 以及很多網民在得知消息之後 都呼籲應該要重審駕駛執照的取得方法 大家對以性的內容有什麼意見不妨留言 影片就來到這裡結束 今天影片錄音是轉了咪的 大家覺得聲音是怎樣呢 對比之前的聲音大家喜歡哪一個呢 一定要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次的影片記得按LIKE SHARE 以及訂閱我日本考察日本日常的頻道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及格子嘉賓 按LIKE 按LIKE 會這樣 右上一份按LIKE 每個人都可以按LIKE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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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